随着国内二胎家庭越来越多 更适合家庭使用的MPV也呈现了迅猛上扬的势头 从今年的上海车展多款MPV亮相就可见端倪 而今年MPV呈现了一种新的态势 那就是以日系品牌为代表的MPV都增加了混动版本 这一下就解决了MPV高油耗的问题 作为在中国九富盛名的本田奥德赛 混动版本锐也在国内完成了首秀 搭载了全新第三代iMMD双电机混动系统的全新奥德赛 系统综合输出功率158千瓦 百公里综合油耗降至5.8升 相比于现款7.7升的标定油耗大幅下降 另外混动版的奥德赛还有一个很贴心的配置 就是搭载了魔术感应门 当用户进入车辆智能识别区域以后 只要在LED光束的引导下轻轻的挥手 就可以完成车门的开闭 而且第三排座椅还可以向后翻折 会变成一张钓鱼专用椅 作为一台不少中国家庭都愿意选择的MPV 油耗的大幅下降会大量的节省用车成本 舒适度的提升还可以有更好的体感 目前混动版的奥德赛已经到店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